披露 強尼你好 我是廣東的學生 幹嘛?你要來查我的水表嗎? 沒有我是來查你的地下室 like us on Facebook if you haven't and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for more new videos 我從小學就開始看台灣的綜藝節目 最喜歡的是康熙來了 初中的時候第一次看到楊德昌的伊伊 我很震驚 除了电影本身的故事很吸引我之外 在我的观影经验里面 比较少看到这么贴近我生活经验的作品 因为我是广东潮汕人 潮汕方言和闽南语是同一语系 所以会觉得很亲切 在那之后我看了很多台湾电影 比如蓝色大门 九降风 渺渺 我在这些作品中看到了 跟大陆的青春电影中截然不同的青春 让我对台湾更好奇了 念大学的时候了解到 有可以来台湾交换的机会 我立刻申请了 因为我想要亲眼看看这个 曾经出现在杨德昌侯孝贤镜头下的台湾 在台湾交换的117天里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 我所接触到的台湾人真的像电影里一样 即使第一次见面也会敞开心胸 跟我聊自己的故事 就给我一种到处都是电影的感觉 这是我在广东没有体会过的经验 交换结束后 我还是对台湾念念不忘 所以后来又自己来台湾玩了好多次 为了能在这里生活更久 我决定继续来念书 这几年的台湾电影给了我一个电影梦 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拍出这样的电影 但是在台湾生活的越久 就会发现我们这些陆生 在这里有比其他外国学生多一些限制 感觉好像他们爱台湾可以 我们就很尴尬 我真的很想留在台湾发展 但是光不能打工这一点 就会让我们有点辛苦 我真的很希望有一天学生的权益 不会因为政治的考量而被牺牲掉 最后我想要感谢台湾电影院 常常用心策划一些特别的影展 放映一些好导演的作品 在大陆我们只能在电脑上自己找 这种不会在大荧幕上放映的电影 真的很靠 谢谢你们大家听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